好 接下来我们看作业的作答题 第一题容易倒垫的物体叫做导体 当然有些同学选超导体 这样超导体也的确很容易 不过它有更加准确一点的定义在后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最好的答案 不容易导电的我们叫做绝缘体 然后当然超导体它是电阻为零 它要电阻为零才可以 那个要求会比较苛刻一点 所以选超导体就不省下它 OK 再来导体内有电流 表示电流表 我觉得可能是重复了 然后电流导体内有电流 表示导体两端存在着电压 然后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 我们叫做电阻 有电荷的定向流动就会形成电流 所以这个只是考虑定义而已 欧姆定律来讲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导体的电流跟电压是成这比的 电流和电阻是成反比 当然有些同学就讲说 老师不是说不能用这个吗 这个讲讲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形容 课本上我们根据课本的标准 它是有这句话的 就是说它也是电阻跟电流程反比 当然这里的电阻不是固定同一个电阻 它是更换电阻的情形 然后呢当它又固定那个电压 所以它更换电阻固定电压的情形 那个电流的电流呢就会成反比 也就是说你电阻增加的话呢 电流就会减少 它是这一个意思 所以不要搞错在 就是说你要搞清楚的是 它的电阻到底有没有说固定 这边它其实并没有讲说固定的一个电阻 我是换电阻的情形 所以这个第四个呢是可以是正确的 OK 所以要看 到最后呢还是要看清楚它的题目的要求 到底有没有更换电阻啊等等 OK 再来看这一题 应该是计算题了 德贤同学呢 想要将5个Ohm的电灯泡 接在24V的电池 请问电流是多少 电流就会等于电压除于电阻 对吗 电压是24 给电压是24 除以5 5 4 20 5 8 40 所以是4.8 电流是用M 如果你的单位错也是不行 单位错也是不行 4.8M OK 这题答案是4.8A 然后第二题 如果手机的那个电流大小是两个M的话 等效电阻四个Ohm 请问电压是多少 这个呢是电压等于电流乘于电阻 电流等于两个M 电阻等于四个Ohm 乘起来是8个H 8个H OK 没有写单位也是不对了 如果你写Bug 没有写V 也是不太恰当 第三题 某个电器呢 它是接上了220V 220V 如果它是 接了220V的话呢 会有6个M的电流 那如果它接上110V的话 会是多少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它的电阻是固定的嘛 对不对 它是同样的东西 那个电阻呢 应该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讲说 它第一个情形的V1除以V2 I1呢 会等于V2除以I2 就是说我以一个R为固定的情形 我来再看下这两个情况 我来再看下这两个情况 如果你接220V 你会有6个M 你接110V 你会有多少个M 这个就是I2 当然你越减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I2呢 其实就会是等于3 3个M 所以这些答案呢 就是 OK 当然你讲说 我去计算出R来 过后再带回进去 可以吗 当然这个R就是 比较丑的一个数据 这个你要懂 所以它 用这个比例的方法 来做的话呢 会比较简单一点 OK 所以这个要理解了 这为什么我不 不要算出那个R来 因为那个R的数据呢 比较不是整数 这样子了 第四题 若某个电阻呢 是5个Ohm 只允许两个M的电流通过 请问它最多 可以装多少Ford的干电池 这边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最多能够承受多少 Ford的电阻的电压 你可以看到的是 V是等于I乘以R 然后呢 I是两个M R是五个Ohm 乘起来就会是十个化 你可以看到1.5 它乘以1 它就会1.5 乘以2 它就会是3 乘以4就会变6 乘以6 就是加3加3这样子了 就会等于9 再加到一个的话呢 就7个的话 它就会变成10.5了 所以7个的话呢 基本上是超过了 超过了 所以呢 你最多只能放6电池 当然 6.67 你应该是用10 乘以1.5呢 就是算到6.67 当然我们要Round down 要Round down 然后呢 等到6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放6.67 就代表说你不理解说 我们其实要给的是整数啦 然后是要Round down 变成整数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 稍后 我们再接下来